長長達酸獨自到海邊 去走走 怎麼樣 長長達酸獨自到海邊 走走 你有聽過嗎 沒聽過 然後後來 你都忘了一點 然後後來才去你擺戰吧 走投入路 你為什麼收留他 來 你們講到這裡 他當時開了一個皮卡 穿了一個雨鞋 我們大家是出去外面玩 他就一個人在公寮住喔 他有 你那時候沒收入嗎 我跟工作人員 對 沒有收入喔 我那時候收入就是 連環炮的短劇 還有跟瓜哥錄 百戰百勝 我那時候跟瓜哥合作 我真的很興奮 是因為 連環炮的導播 也就是 我們百戰百勝的製作人 然後他看我表現得不錯 然後瓜哥那時候的團隊裡面 乃哥也是一個運動健將 他說 需要再一個 很難關於 取代他 然後後來乃哥就有危機意識 怕小琪取代他 亂講 然後小琪呢 他就忽然間跟你請辭要去唱歌 你那時候為什麼 有一點不捨 因為我想他 他前面已經出過兩張了嘛 是不是 對啊 都不紅 都不紅 然後他就說 你在那邊做得好好主持 很不錯 表現不錯 阿姨弟 我要去發片 我要請直百戰百勝 誰找你發片 影響 小琪 事實這樣就是 主持節目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還是滾石唱片的簽約歌手 然後小琪老師就跟我說 我對你很有想法 我想幫你製作專輯 我很開心就跟瓜哥說 阿姨弟 小琪老師說對我很有想法 然後瓜哥就有一個很神秘的笑容說 三年前 小琪老師也是一樣跟瓜哥說 我對你沒有想法 到現在還沒發片 後來我就跟他講 你就好好安心去發片 努力去發片 萬一發片沒成功 我們永遠大門是為你開的 我這句話是我最感動的那時候 因為 瓜哥平常跟我們都是開開玩笑 然後開開心心的 然後我去請辭的時候 阿姨弟就真的跟我說 如果發展得不順利 隨時歡迎你回來 對 那心裡就很踏實 沒想到一去就沒有回來 對啊 因為那時候他要請辭的時候 最高興的是我 因為我想說看能不能頂上去 而且那時候剛好要錄依靠 我每天在唱 我讓你依靠 依靠 他在旁邊一直唱嘛 我的XX 賣個靠 我讓你依靠 讓你靠 我的XX 沒XX 大不了 講到這點 你 爸爸也賺了不少錢嘛 是騙吃騙喝 他模仿我 不是 他沒有空在台灣 對不對 那我要幫他宣傳啊 他有一次參加一個 我那邊有黨旗 然後 他們在邀請我說 對不起 我沒有空 你可以找九孔模仿我 他真的去找九孔 真的耶 那場演唱會在CAS你說一下 哇 那個 有謝霆鋒 然後我唱 方大同和那個 那個蕭敬騰的中間 對 對 李宇春 我這輩子啊 范冰冰 對 然後我現在 你先去讀這個 累不累 然後天啊 越唱越虛 沒有